中華館政府所建立的地匯行好車站 在今天正式開放 未來透過的多媒體資訊看板 地匯行戰敗跟公車動態查詢APP 可以提供新客多萬化新車的組織 讓買單車的新客可以隨時押公車到站的時間 地匯館長的主持之下 中華館地匯行單車站正式開放 車號限制會行後車設施到15 5、3、2、1 請結合 中華館政府就要鼓勵官民計劃公車 減價交通的負擔 也得到這人減退的目標 在今年幾月建立第一匯的地匯行單車設備 目前已經正式完工 這匯設備包括40日做地匯行戰敗 10周都每天主信看板 還有公車黨台雜訊APP 未來單車的新客可以隨時押公車 即時到站的組織 讓桌公車更加便利 另外也要合遵由公車便明 合部網頁 提供途網化桌車組織 來提升整體公共運輸的合部品質 為了提供便捷公路運輸的系統 那讓我們民眾能夠多多來搭公車 以及我們對民眾公車的提升它的信賴感 所以我們建置了智慧型的一個站牌 以及改善我們後車停 讓每個後車停都能夠遮風避雨 那我們現在目前推動的是從園林到彰化市 我們改善了42座的智慧型的站牌 以及42座的後車停 還有10個客運的轉運站 提供多媒體的資訊看板 還有我們用手機來連結這個APP 來連結這個公車的資訊動態 讓我們在等車的時候 能夠了解說這個公車 還有幾分鐘就能夠到達 那我們也可以在手機上 看到公車行駛的動態 我們能夠掌握時間 不要在後車停等車等沒車 還是說車過程沒停我們都不知道 所以我們現在用這樣的一個智慧交通 提供大家這樣的一個資訊平台 能夠掌握公車行駛路況以及動態 可以節省大家的時間 廣府第一階段行在高鐵中華站 中華火車站 還有萬年專門站 頂頂所在設置LCD 都每體組成看板 賓車在中華市 還有萬年市主要公車 客運路上的公車站 設置地匯形站牌 未來中康大建立 郵寄單車庭 結合公車黨台組成系統 提供單車民眾 吃風票後 也能掌握即時坐車組成 新中華新聞北邊臨廣護彩虹報道